第二百五十二集 贵老 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黄鸣镇定地问 发现得太晚了 没有经过处理 恐怕 贵老边说边摇头道 这条手臂要保不住了 因为毒素已经渗入到神经组织里了 江一云一个亮墙 差点摔倒在地上 他失声痛哭了起来 你先不要哭 小叶在这里呢 他肯定会有好的办法 贵老连忙安慰道 江兵一把将自己的小婶 揽在怀里安慰道 婶婶 你先不要急 叶医生在这里的 肯定没事 少灰以前那么严重 现在不都被他治好了吗 叶医生 你一定要想想办法 舅舅茵茵 她还小 她才八岁呀 江一云边说边流泪 小叶 请你务必要帮帮忙 黄鸣神色一紧 这才想起来叶好轩 也是位医术高明的医生 之前黄少辉的强职性脊柱炎 就算是贵老也没有办法 而经他治疗 竟然奇迹一般的治好了 明叔 你放心 我正在想办法 叶好轩说着 取出了几根金针 刺在了茵茵的手臂上 他的整条手臂几乎全黑了 而且黑色 还有向脖子上进一步蔓延的趋势 所以叶好轩用金针 暂时封住了他的穴道 毒性暂时阻挡在了手臂上 接下来再慢慢地想办法 小叶 你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贵老问 办法是肯定有的 因这个问题 不算是太严重 想办法把毒给逼出来就行了 从伤口上看 这蛇是属于五不蛇 毒性有强 可能要持续治疗上几天 毒性才能完全化解去 那就好 能保住就好 黄明夫妇这才松了一口气 叶好轩又取出了钢材 给布兰尼男朋友吃的那种药丸 为茵茵服下去 然后取出金针 快速地在他手臂上的几处 穴道上刺了下去 然后手指挨个在金针的针尾处一弹 六根金针的针尾都微微地晃动了起来 弹针 虽然不是第一次见叶好轩诗针救人 但是贵老还是忍不住惊叹 叶好轩施展出来的弹针 就是传说中的乙气玉针 就算是在古代 能施展这种针法的 也不可能会是一个年轻人 因为这个需要一定的气功底子 而关于医道方面的气功 没有二十多年的苦练 根本不会有火候的 这看起来简单的一坛 其实蕴含了许多医道的绝技 这针足足晃了十余分钟 才缓缓地停顿了下来 只见茵茵手臂上猙獰的伤口里 流出了许多黑色的血 直到最后他身上的血变淡 叶好轩这才把针取出来 然后为他的手臂上 撒上止血的药粉 用绷带缠了 这才算完事 这个时候 躺在手推车上的音音 这才悠悠地转醒 他的那条黑子吓人的手臂 现在基本上 已经恢复了正常了 黄明夫妇惊喜地抱着女儿 不住地向叶好轩道谢 这时候音音已经恢复了正常 只是受惊吓过度 瞪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不停地打量着叶好轩 回去以后多休息 多喝水 明天和后天我去你家 帮音音针酒 把身体里的毒素全部清理出来 以后就没事了 那好 多谢你了小叶 你真是我们皇家的大恩人 以后你有什么事情 尽管来找我 黄明握着叶好轩的手 不停地道歇 黄少辉过来拍了拍叶好轩的肩膀 然后上了车 跟他的小叔一起离开 贵老 时间不早了 我也回去了 叶好轩向贵老道别 那好 回去好好休息 黄老笑道 你 你不能走 直到这个时候 一个声音的声音 才在一边响起 布兰尼咬咬牙 叫住了叶好轩 怎么 你还有事情 叶好轩冷冷地说 你 你还没把节系治好 你不能走 布兰尼 盛起 凌人地说 我为什么要帮他治 叶好轩反问道 因为我们是外宾 我去他妈的个外宾 你再敢把这两个字挂在嘴边上 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们赶出军区总院 就连年纪大的贵老都忍不住抱了句粗口 这个杨牛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 他真的以为自己是女皇 对 你是外宾 可这关我什么事情 难道因为你是个外国佬 我就要趴下来巴结你吗 傻貌 叶好轩扫了杨牛一言道 你 如果你不给杰西治病 我 我就会向你的上级抗议 女人又失出了自己的这杀手锏 你去抗议吧 老子自己就是老板 没上级 我看你找谁抗议去 叶好轩一甩袖子转身就离开了 贵老也有些无语地扫了这女人一言 然后也跟着叶好轩离开 王八蛋 Fuck 我就不相信除了你 天下就没有人能救得了杰西 杨牛咬牙切齿地拨了一个电话 布兰尼 家族中的医疗团队明天早上就会抵达上海 杰西的情况怎么样了 电话里传出了一个声音 他 他现在的情况还好 你们快点来 华夏的医生都是一群饭桶 他们根本治不好杰西的病 布兰尼咬牙切齿地说 你放心 明天早上就会抵达 坚持住 挂了电话 布兰尼的手心满是冷汗 跟他对话的是斯顿家族的家主 他要是知道自己骗了他 斯顿家族的继承人现在还半死不活的 恐怕他会杀了自己的 而且说实话 杰西的情况真的不算太妙 他犹豫了下 转身回了房去 然后把所有的医生都赶出了病房 翘着那丰满的臀部 在地上不住地翻着 终于一颗黑色的药丸映入了他的眼帘 布兰尼心中一喜 他连忙把这药丸抓在了自己的手中 他强忍着胃部的不是 把这药丸上的灰尘扶去 只是这颗药丸是叶浩轩特制的 不能接地气 刚才在地上这么久 已经分解的只有一小辈了 布兰尼转身把这颗药丸塞到了已经昏迷的杰西嘴里 做完了这一切 布兰尼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暗暗祈祷杰西 一定不能有事 他是绝对不会求叶浩轩那个王八蛋的 左右无事 第二天叶浩轩静自来到了玄湖居 刚刚坐着没多久 门口便来了一位气质优雅的美女 这女人赫然是薛丁宇 我想我们有必要谈谈 薛丁宇静止走到叶浩轩的跟前 那双似乎能看穿人心事的双眼盯着叶浩轩 是你 叶浩轩微微觉得有些诧异 自己跟她哥哥互相往死里掐 这个女人没事来这里做什么 是我 有时间吗 薛丁宇淡淡地问 她的脸上带着一丝自信 因为她相信没有一个男人会拒绝她的邀请 我在忙 你没看到我这里有很多病人吗 淡淡地扫了薛丁宇一眼 叶浩轩继续给跟前的病人看病 似乎视这位京城迪彩女的薛丁宇为无误 那好 你忙 我在这里等你 薛丁宇并不生气 她只是坐在叶浩轩的跟前 静静地看叶浩轩给别人诊断开药 她那副田径的样子让叶浩轩有些不自在 当叶浩轩忙完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小时以后的事情了 这一个小时内薛丁宇真的就坐在叶浩轩的一边 一动也不动 静静地看着她帮人看病 而且好像还一副颇有兴趣的样子 你到底有什么事 叶浩轩算是被她打败了 只得无奈地问 我想跟你谈谈 关于你和我哥哥之间的事情 薛丁宇认真的说 我想我和她之间没有什么好谈的 叶浩轩淡淡地说 你们或许能够成为朋友的 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 更何况 叶浩轩欲言又止 更何况你们是情敌 对吗 薛丁宇替她说下去 你既然知道 还来这里做什么 叶浩轩不免有些郁闷 这个女人的聪明程度 远远地超出了她的想象 薛红云之所以有一个才子的名头 其实大部分是沾了她这个妹妹的光 京城第一彩女这名头 不是吹出来的 想想薛红云有这么一个厉害的妹妹 叶浩轩就不免有些郁闷 我只是不想让我哥哥 有你这么一个可怕的对手罢了 薛丁宇缓缓地说 你哥哥可不这么认为 他一直固执地认为 我只是一个草根出身 没有一点后台的土包子 我有什么资格跟他叫吧 叶浩轩微微地摇摇头 可是你并不是他想的那样 薛丁宇看向叶浩轩的双眼中 有一丝异样 你很聪明 也很有能力 或许是吧 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跟你们薛家比起来 我什么都不是 叶浩轩无奈地摇摇头 或许你跟我哥可以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一谈 薛丁宇道 薛小姐 如果你今天来这里 就是为了说这些没用的话 那你请回吧 叶浩轩说着站了起来 见叶浩轩下了逐客令 薛丁宇有些无奈地站起来道 我不管你跟我哥哥是不是对头 但是我是我 他是他 我只希望他不能影响到我们之间的关系 薛小姐 我想你弄错了 你是航门千金 我只是一个小医生 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可言 之前我救你 那是因为我身为一个医生的职责 你的病人 比任何人都重要吗 沉默了一阵 薛丁宇才问 不 我不是圣人 我有私心 在我眼里 我的亲人爱人和朋友 比任何人都重要 叶浩轩摇摇头道 你的女朋友们都很漂亮 像独立指示的窗外的 唐冰和郑双双瞟瞟了一眼 薛丁宇话中有话地说 你可以说我花心 但是我对待他们每一个 都是很认真的 叶浩轩一本正经地说 我相信你跟那些使乱中气的男人不一样 或许 这是你能让我刮目相看的原因 有些人 就算是花心 也可以说是优点 薛丁宇双眼放光地看着叶浩轩 敢于承认自己花心的男人不多 叶浩轩微微地一睁 不明白他话里的意思是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 真是外面传来了一阵骚动 同时一阵哭天抢地的声音响了起来 叶浩轩的心里一紧 连忙地跑出去 薛丁宇也跟着走了出去 只见在玄湖区左侧不足一百米的地方 有一群人围在那里 警察已经在周围拉起了警戒线 这里刚刚发生了车祸 一名七八岁的小男孩被撞飞了好几米远 那司机涉嫌酒驾 现在也是吓得面无人色 他喝的那点酒早就被吓醒了 由于这里距离市医院比较近 所以救护车已经赶到了现场 一旁一对夫妇是孩子的父母 而孩子的母亲已经哭得几乎瘫倒在地上了 叶浩轩心中意紧 他连忙走到前面去 请让一让 我也是医生 听到有医生来 围观的群众们自觉地给叶浩轩和薛丁宇 让出来一条道路 站住啊 干什么呢 不要过来 免得破坏了现场 叶浩轩正要进入警戒县的时候 一名警察走过来呵斥道 我是医生 来看看伤者情况的 叶浩轩淡淡地说 救护车已经赶到了 不需要了 人都被撞飞了七八米 这次是没救了 这名警察摇摇头 不管结果怎么样 但是只要有一丝希望 就不应该放弃 薛丁宇站到叶浩轩的跟前道 你 那警察正要说话 另外一名警察连忙一把 将自己的同事拉到了身后 同时陪笑道 可以 两位进来吧 这位小姐说得对 只要有希望 就不能放弃 这老成义点的警察说着 把警戒线撤掉 放两人进来 老王 你这是干什么 你没见那主治医生 都只摇头吗 这孩子是没救了 还让他们进来添乱干什么 之前那名警察不解地问 你小子还是太年轻了 你知道刚才那女的是谁吗 这老成义点的警察摸了一把脑门上的汗 是谁呀 京城薛家 你小子以后长点眼色 老警察瞪了他一眼 我 我明白了 谢谢你 老王 那警察瞬间明白过来薛丁宇的身份 他一时间惊得目瞪口呆 这个时候 一直在坐着人工呼吸的白打罐站了起来 对着一旁的医生摇摇头 节哀吧 出着那医生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然后就收拾东西 准备打到回府了 医生 我求求你们千万不要走 你们一定要想想办法呀 我就这么一个孩子 孩子的母亲几乎是连滚带爬地跑到了医生的跟前 抱着医生的腿哭道 这位大姐 对不起 我们已经尽力了 虽然作为医生 看惯了生离死别 但是孩子母亲的哭声 仍然让医生们 身色一阵黯然 医生啊 你们再看看 我求你们一定要再看看 孩子的父亲也上前拦着医生 我们真的已经尽力了 对不起 孩子的父亲再也无法保持从容 他和自己的妻子一样放声打哭 这一幕看得周围的人都心酸了 大多数人都是有家庭有孩子的人 对于这家人的遭遇 恨是同情 他们纷纷地摇头叹息 孩子多大了 就当孩子的母亲都要哭得背过气的时候 一个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只见叶昊轩走了过来 从容的神色以及那几乎带着魔力一般的声音 让他的心不由自主地平静了下来 爸 八岁了 救救我的孩子 孩子的母亲已经哭昏了头 仿佛每一个人都是他的救命稻草一样 只要走到他的跟前 他就会紧紧地抓住不放 这个时候周边电视台的记者已经赶到了现场 对这一次的事故进行报道 叶昊轩点点头 走到孩子的跟前 他伸手搭在孩子的脉上 这小男孩刚才被撞出去七八米远 现在几乎是摸不到一点脉搏 来个人帮忙 叶昊轩边说边取出金针 一边的薛听语一愣 眼前的一幕对他造成的冲击是巨大的 他是千金小姐 什么时候见过这样血腥的场面 这小男孩身上的血 让他感觉到一阵毛骨悚然 但是叶昊轩一叫他咬咬牙 还是走上前去 他本想帮叶昊轩把孩子的衣服解开 但是一看到那满地烟红的鲜血 他就忍不住一阵头晕目眩 他的头一晕脚下一软 差点倒在地上 叶昊轩连忙扶了他一把 然后在他身上几处穴位上按捏了几下道 你晕血就不要再逞能了 人命关天 退一边去吧 我没时间照顾你 叶昊轩的声音非常的严厉 丝毫不给薛大小姐留一点面子 听得一直在一旁守着那个老成 一点的警察满头大汗 这小子是真的不知道薛听语的身份 你 从小到大 还没有人敢这样当面教训自己 薛听语气急 本想证明给他看自己不是没有一点用 但是他头脑中的那阵运眩感 让他不得不后退了几步